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制裁的这七个人都是著名的反华政客 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大资本家 有些人是资本家的普从 从总体上来说都是服务于美国统治阶级的 也就是大财团 他们的反华行动其实也反映了美国财团的立场和态度 那么仅仅制裁这么几个人 意义何在呢 资本家虽然需要国家振钱为他们提供庇护 为他们镇压反对者 但这个并不代表着这些资本财团 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情绪 只要有钱可赚 财团是从来不会顾忌什么叫国家利益的 中美经济关系如今已经非常紧密 实际上任何一名政客 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 他所守的财团都会直接 间接的要和中国经济发生关系 并且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 所以啊 如果中国下点决心切断这些反华政客 及其相关企业和中国的经济联系 就会给这些利益集团带来不可忽视的损失 那么财团为了止损 很有可能会拒绝雇佣这些受制裁的人 最为典型的一个人就是刚刚卸任的 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 在美国历任国务卿当中 这个蓬佩奥的反华立场之顽固 反华手段之恶劣 反华借口之空洞都是空前的 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制裁 按照美国政坛的规矩啊 身居高官的政治人物 在任的时候要想办法给自己的利益集团呢 提供服务 帮助他们获取比较大的利益 离任之后啊 利益集团会投桃报李 对这些政治人物安排一些薪水很高 但是不需要做什么实际工作的职位 当然有的时候 这两种工作也可以是反复交替的 比如说某人在财团当中的某个企业出任高管 在需要的时候呢 进入政府担任行政要职 当政府换届或者有其他丑闻发生之后 这些人会从政治岗位上退下来 再一次回到企业界 一边赚钱 一边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此罔福 也让美国政界有了著名的 闲转门的说法 也就是一个人呢 会在企业的岗位 或政府岗位之间呢 来回蹦跳 但是蓬佩奥在遭到中国政府制裁之后 就没有办法到企业界去担任高管了 他现在呢只能加入一家 叫做哈德逊研究所的非盈利机构 充当一个非常普通的研究员 这对于一名曾经当过国务卿的人来说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你要知道 美国的国务卿呢 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呢 在内阁当中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退下来之后 一般会被安排成某个企业的总裁 甚至是董事长 如果这个人不想再操劳 那么很有可能被安排成基金会的主席 这一类的 像蓬佩奥这样呢 被迫去挂一个研究员的头衔的 那就是太罕见了 这也证明了中国制裁手段的有效性 但凡还想和中国做生意的企业 都不敢再雇佣蓬佩奥这样的人 至于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呢 他本人是一名亿万富翁 或许有人会说 这么有钱的人应该不怕吧 不怕中国制裁吧 但是正所谓家大业大 任何一名亿万富翁 都不单纯是坐在家里拿着一张 沉了很多钱的沉着 过自己悠闲的生活 他需要维持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集团 来运行管理自己的资产 而且这个集团 必须和其他的企业 或者是利益集团保持高强度的业务往来 才能维持住自己的经济地位 既然要发生经济活动 就会直接或间接的和中国有关 只要中国宣布制裁和螺丝相关的企业 那么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 他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这才是中国稳健强大经济 所表达出来的实力 美国官员一再强调 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和中国说话 那希望他们能想一想 自己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 是怎么评估中国实力的 敢不敢让他肆无忌惮地乱说话 而得罪中国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